哈喽,大家好,今天是2月24号,那么我们天气非常暖和了,然后大地也热腾腾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育种,那么今天我们育的是西红柿种,还有辣椒种,好。 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土呢,你看看,是非常松软的,你看非常松软,这个土呢,因为根部的它这个土壤需要是比较粗软,有一定的空间,那么这些空间呢,它可以进去一些氧气,这样的话会帮着它们发芽,而同时呢,又能保持一定的湿路, 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种土壤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含有比较多的磷肥,那么磷肥和甲肥,那么这些都对这个,都对这个植物的这个开花花芽都起作用,非常好,不要弄那么满,就弄大半下的,OK,你是专家? 我是长工,你是专家,OK。 因为你少弄一点,然后上了还要再盖,这个地方,这个太满了,这个太满了,太满了一口,大半下就行,大半下,所以说大半下的话,这样就基本上要颠一点,颠一颠以后,它就比较实陈一点,比较实陈一些, 那么这样再颠一颠以后,那么这样再颠一颠,看了吗? 所以它发出来的根以后,我们直接可以就是移栽了,好了,这个 这一套冻碎里,告诉我们是先用水,把这套用水,用水了,这套冻起来。 这个冻起来,它这个目的,实际上还是让它比较习统一点,即是说,变水,这样的话, OK 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种了 这些是辣椒种 辣椒种 辣椒熟透的辣椒 然后我把种子都采摘下来 然后呢 我就每一个都多放一点里面就是了 反正是有很多种 到时候哪个长得好就留哪一棵 对到时候见苗嘛 可以长得旺的 因为因为这些种子都是自己留的 所以说这个种子呢 因为每年就是辣椒 然后你那个在底下留一棵比较大的 然后让它长得熟透 然后把种子采摘下来 这样的话第二年就可以用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每一个里面都放很多啊 这样到时候就留最好长不最好的那棵 就到时候我就见那个最好的那个辣椒 不是 拔不好的辣椒苗 把它拔掉 留下最好的 最好的 然后把它放进去 OK 那么这两下子是辣椒 所以辣椒种 那么我们已经撒上去了 那下一步我们 剩下的这一点 再放下来 再留下来 留下 for next year 这些是西红柿种 一般西红柿我都不自己发苗了 我都是上那个地儿里去买 但是这一种呢 就是说我有朋友给我的 就是那个生吃特别好 小小的 就是Cherry一样 也不是Cherry 但是比Cherry大 这么大的 这么大 然后呢 吃起来特别好吃 就是说像樱桃一样 比樱桃还大 对 这么大 这么大 然后吃起来特别好吃 那个口味特别鲜美 那我就留了几颗熟的 留的种 然后把里面的种 我就都放了 都掏出来 都掏出来 放到这个枕上了 放在枕上了 对 今年我就把它 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 买不着 买不着 所以呢 我就自己留的种 我到时候过两天 我就再去买一下 他们发的那种 大一点 要Commercial的 大一点 大一点 对 这个呢 就是 我得要先把它弄下来 因为都在这上面 实际上把这个枕 直接放进去 吸一块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再吃 再把它弄下来 这个好像 横下弄 还弄 不好弄 那就 就把它撕在一块一块的 就放在里边来 哦 这一个里边也有好几个种 好几克 也是 到时候挑着用就行了 对 这样撕成一片一片的也是可以 我看有人就是发肿的时候 直接就用纸去发肿 也有的人这样做 哦 这个就很多了 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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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撕啊 这一片当中大概有七八个吧 然后放进去 嗯 这样就到时候能长出几颗就够用的了 对 但是不知道哪个长得好 就先多放一点 好了 OK 然后这样的话就在上面再撒上 再撒上 再撒上这些土 对撒上土就行了 你看这个土呢 这个土就是在这样表面上再撒上去 对 因为这个土呢就是含那个帽气比较多 就是护根 护根呢就是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可以对这个根部的发育比较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再盖好 OK 盖上了以后 我们把它冲一冲 先加上水 加上水就可以了 你可以了 再一下 所以 без这种 不然的话 把那些土都冲出来了 这样用雾水,一头雾水,给它一头雾水,雾水就湿透了,湿透了以后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白天特别热,边比较热的地方,到了晚上好像还是有点凉,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大功告成,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有关育苗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连结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上百个视频,分享美国生活,谢谢大家。